大家好,我是Ivan 今天我會介紹一隻新的遊戲APP 就是MATFOOT 21 其實這個就是FIVA 21的卡牌 跟之前PESABEAST 2020很相似 這個就是它的版面 我在Youtube幾個星期前都會看到有人已經下載了 不過我覺得它們應該是用IOS 不是Android,我這部就是Android 所以我不知道會不會Android會遲些才出 我終於看到今天在Google Play Store已經可以下載了 現在我已經存了1000張卡 Collection是達到23% 暫時來說最高Rating 是Edison、Debala、Sterling等 今天主要就是 Introduce 給你們看究竟這個Draft 如何玩呢 一開始都會有Choose Formation 跟之前都一樣 我來個4-4-1-1 今次Choose Captain 和Choose一些卡 是由6張入面給你選擇的 之前PESABEAST 仍然是5張選一張 現在可以6張選一張 是非常之好的 這裏就來個Albanyan Rashford 其實這裏 你按下去 就是有一個Draft of the Day 其實這個我已經完成了 6個小時之後就會有另一個 其實我自己就比較 Draft of the Week 因為 你每一個星期做一個Draft 是會比較負擔不太大 每一天都做Draft 好像都比較是 我繼續完成這個Draft Bernardo Silver Alex Telles 這裏就來個Laporte 其實你要對你所選擇的卡 這裏就要有非常之多的熟悉 因為就是 你待會 打聯賽 打淘汰賽 你要是去 對 很熟悉他的statistics 那待會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 Hetta Ballarin 這裏就 Baka Yoko Baka Yoko Baka Yoko 就不是打電子 的 應該是打電子 應該是打電子 沒有記錯 有些 他的Transfer 就更新了 有些就還未 例如 Diego Dalots 就借了去 A.C. Myrland 但是這張卡 還是 還在寫 它是回到萬聯 這裏就選擇 尼瑪 現在欠龍門 我不知道龍門 有沒有 暫時還沒有Premier League 的龍門 Alfonso Davis Herrera 這裏都選完了 我先測試一下位置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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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 dripping 這裏優勢 選擇 縮少 比較高 選擇 答案 包括186 你會看到 開局其實很漂亮 入獄 現在氣問 ็-128 報告 不知道這倒數 匱元 道egen 選擇 我猜是打六場,今場是第六場 這場決定我們是否進入級,8分、6分、8分、7分、6分、6分 贏完這場就實進級 其實比起上次的Precipice 2020 這次Simulus一場比賽是做得非常仔細 你會看到這場有scoring的機會,就按個Attack 他就要在10秒內猜猜這張卡 荷蘭,一定不是Reford,一定不是Silver 我猜是這個,哎呀 猜錯了 所以你要很熟悉每一張球員的卡 首先他入了一球,現號分 下面我可以選擇Attack、Balance和Def 我選擇Attack 還有這三個Substitution 其實我都可以隨時去調 然後他都會有建議給我 建議給我,是Switch midfielder進來 加一個Ford在前面,還是怎樣 那麼Substitution這些東西就待會先 待會去到60-70分鐘才完成 Nundominate yellow card 暫時1比1,Robertson,王牌 好了,這就是Bernardo Silver 是傳給Rashford入球 Rashford入球 半場2比1,正在贏 半場這裏,我來過Defender Switch Defender Alystest進來 Rudiger出去 好了,這裏又有個Scoring Chance了 好,這裏就要分析 Carlos Abelto和Mess的Statistics 那我自己覺得呢 應該是Dribbling Dribbling vs Pace 是Carlos Abelto的Dribbling是比較高的 那這裏 Scoring Chance有75% 有12格 即有9格入球 那這裏 那這裏 都被我寫失 那你會見到這裏 如果他說說有Scoring Chance 那就是你要有兩個難關 你要Compare Statistics 然後又要再選對Boss 才會成為一個入球 這裏就4比1了 那這裏 我Switch Diggo Jota進來 因為我現在都贏到4比1了 那我Defend 多些先 這裏就已經是Full Time了 他說這裏 Metfield FC finish 2nd in the group and advance the knockout stage 那這裏你就會見到這裏 Statistics 都是Fundance詳細 那就Reward兩個80加的Gold Pad 兩個Rare Gold 對 這裏就已經是Groove Stage完了 以第二名和Sasulo 對 這樣就advance這個 knockout stage 那你會見到其實其他隊 都不算很厲害 即是比較厲害 可能是West Ham IAC米蘭 Lion 可能是Fundance 可能是Fundance 就是沒有什麼 萬成萬聯 那些 現在已經去到這個 應該是16強的狀態 那就對 Lion 那這裏我就不再Build draft了 好了,這裏Pack 其實這裏是隨意開 跟之前Free Pack一樣 那你會見到 一些Animation 都是比之前Pacerbeats快很多 那這裏都有了 這個Pack of the Day 那我都已經做完了 現在就來去開 那現在你會見到 我有37萬的Gold 那就沒理由浪費了這些Gold 那就來開一個Super Pack 那你會見到 Gold Rating可以去到86-1 Special Rating可以去到80-88 那這裏 應該最值錢應該是這個 究竟Super Pick 還是Special Pack Special Pack 就好一點 因為Special Pack 是可以中到9張卡 如果Pick的話 就只可以選一張 Special Pack 好了 究竟這裡開啟到 Joe Pedro 82 那你會見到 還有Lindelof 和Massarca 那你 來個Super Pick 最後 我想選一下 比較高的Rating卡 好了 這裏有Ferdinand 究竟選Ferdinand 好啊 還是Wendyke 好啊 還是Danny Incs 好呢 你的Ferdinand 不是很多機會中到Icon 了 Safe Pack 有這個Double Special Pack 嘩 有點特別 是不是會中兩張Special呢 咦 這裏有個Animation 是一張Icon來的 法國 是Paris 在Camp 斯丹 94Rating的斯丹 嘩 一一中就抽到斯丹 嘩 這個 我真的想不到 OP Overpowered Coeration 的Special Pack 多了很多這些很特別的名字 給我一個感覺 這個就不算是 什麼Overpowered 的Special Pack 這裏是一個Guarantee的89 加的UCL Rare 又有這個Animation 應該是88 Rating 環月上就有這個Animation 巴西 尼瑪 不是 這個是CDM Casimelo 剛剛好89 對了 那 那 就 今天這條片就要這樣先 那 簡單地詳細了 這個Mathfield 21 究竟是 怎樣用 其實我之後呢 都會去Post更多的影片 可能去 打一下這個Tournament 或者如果之後真的有些 Draft for the Week 我都會去拍片 拍給大家看的 那 喜歡這條片 按LIKE 還有訂閱 如果想看更多的Mathfield 21 都在下面留言 對了 告訴我 我就會盡量 在未來的時間 現在都是考試的時間 可能近來都是 做不到太多的影片 遲些考完試之後 就會繼續去玩這條遊戲 那就在這裡見 拜拜